如果你最近经过厦门街,你是否有看到一名男子在国家古迹天福宫的后墙画画呢? 他可不是在非法涂鸦,而是受新加坡福建会馆委托,配合4月的福建文化节为会馆属下的天福宫后墙添加新色彩。 这幅长约45公尺的壁画分成三个部分,呈现了现代新加坡景观、装益大有型的由来和福建人的迁移历史。 这一笔一画,全出自48岁的粤鱼画家叶耀宗之首。 身为广东人的他,为了让壁画准确反映福建文化和历史,还特地向福建会馆介约有关本地福建人的书籍做参考。 你可以看到他们从福建到新加坡,以及在特朗阿叶北。 叶耀宗是一名会计师,虽然从小喜欢画画,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壁画训练。 两年前,他从别人的壁画作品中获得启发,开始自学。 从最初,毛随自建说服爱福顿路一栋老房子屋主,让他在外墙画上两幅杂工和理发师壁画,到接到有关当局委托,在中巴鲁组屋外墙,绘制邻里生活面貌。 叶耀宗逐渐建立口碑,也接到越来越多屋主甚至商家的邀约。 天福宫壁画就是最新委托项目,叶耀宗不愿透露收费,只表示这是他的第23幅壁画作品,也是他画过最长的壁画。 自1月底开始,叶耀宗每个周末都顶着日晒雨林,全天在厦门街作画,路人的反应是他继续的动力。 最近经常下雨或多或少影响了叶耀宗完成壁画的进度,他预计能在4月初完成作品。 夏来若经过厦门街时,不妨向他打声招呼,为他打打电话。